朋友大家好 这部影片我们就来示范如何把小米万能遥控器 里面的控制冷气的开跟关整合到 SIO里面以及让我们的Apple Homekey可以操作冷气开跟关哦 一样 我们就先来到我们的网页 像这个画面 这个 HA整合小语WiFi制的系列 这一篇我相信大家应该最近看了好几次 所以 一样 这边有四个档案前面三个档案都下载过了第四个档案也把它下载回去 这就是关于 小米万能遥控器会用到的一个档案 然后 再来我们 老习惯就是要找出Token 但是这一次的Token 我就没有用 俄罗斯大神那个版本的做法 因为等一下我们需要额外取得控制冷气的开跟关的红外线码 那这个 红外线码是没有办法 透过俄罗斯大神的版本去取得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回我们 之前的老方法 也就是方法二 所以刚好把方法一跟方法二都学一学 其实如果你没有万能遥控器你就不需要方法二嘛 那你如果有万能遥控器 的朋友 你们就 再辛苦一点 把这个方法二也学一下 我今天也一起示范 其实也不难 这个是磨码器嘛 磨码器就不讲了 这边都有讲 都 就只把安装起来 然后把它root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这边有一个 比较旧的版本 因为 现在新的版本 米家 它很多东西都把它锁起来 你想要拿也拿不到 所以呢我们还是用 你必须要下载 感冒还没有 好 所以你需要 旧版的米家的这个版本 这个你就把它下载回去 那一样你就把原来的米家 可能需要闪掉重新装这个 那装好之后呢 就是 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已经装好了 好 装好之后呢 这次我要示范 怎么取 Token 码 好那我们就来到 这个 ES 档案浏览器 进来 进来之后呢 三个杠 三个杠 跟目录 然后进来Data 会是Data Data 点太快 Data 两个Data 会点太快 好在DataData里面 卷到最下面 会有一个小米的目录 这个 小米的Smart Home 点进去 好 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找DataBase 这一个 然后你 找到这个 那个叫做 米IO的这个 米IO2的db的这个档案 你把它按着 让它出现打勾 按复制 复制之后呢 你就 就 一样点这三个杠 点下去 然后来到我们之前有设定的这个 网路 我们要进到云端 那这一次我示范的是我把它的那个 用成那个百度 应该很多人也有百度 反正你不管 你不管是用百度还是用那个云端硬碟都可以 方法是一样 我这次用百度来示范 好进去 进去之后呢 你看这边就会出现一个贴上 你看我这边之前已经贴上了 我再贴一次 贴上去 要把它 我们要覆盖 你们没有贴过吗 所以就直接 上传 然后就覆盖 好 所以 赶快 档案很小 好现在就上传好了 在这里吧 好那我们 接下来呢就是来到我们的云端硬碟 云端硬碟 这是我的云端硬碟 那就应该出现在根目录下面 你看这个MIO 我们就把它下载 下载 我之前也下载过了 它会覆盖才对 看一下 正在等待 下载成功 好刚刚那个档案就已经下载完了 然后我们就来到一个网 一个网 一个网址 这边我也有写 比较下面一点 这里 进入网页 Get MIO Token 点到这个 很简单 然后就选 你刚刚那个MIO 你下载回来的位置 像我是放在第一槽 第一槽的MIO 倒一下 因为它 刚刚又重复 复制了嘛 MIO2 就在这个时间之下 晚上的 选择 点进去 然后Summit 就会出现你所有的Token 很方便 其实也蛮快的啦 因为 你用俄罗斯大神的那个 你还要去抄 因为我想不出办法把它抠出来嘛 你要用抄的 你抄 随便一个错了 你也是要对半天 你还不如直接这个 它就秀给你啦 只要拷贝就好了 你看我们现在用到那个 小米1的遥控器 就把它拷贝而已啦 拷贝我现在就 按个那个Auto C 我就拷贝好了 Windows又Ctrl C 就拷贝好了 所以很快 你看 Token码拿到 解决 好现在我们就拿到Token码 好离开 所以Token码解决 再来是什么 我们现在先没有要到这个 浏览器 ES浏览器 我们先回到首页 进入米家 有一个动作大家要先做 就是你要把红外线 有红外线码的这个资料 写到这个 档案里面去嘛 所以你一定要先做一个动作 就是你要先来米家 进来米家之后呢 你看这个版本 就跟现在新的版本的那个 布置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的有进步了 这是以前的 但不管我们反正功能差不多 我们来到我们找到我们的那个小米万能遥控器 我小米万能遥控器是放在 我的 主卧 所以我就找到万能遥控器 你要先把它点进去哦 就是让这个米家这个App 有load到这个 你设定的 换能遥控器里面的 这些你的设定 大家注意一下哦 有几个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你看像这个大金自动控制 我有两个 一个是大金空调 这个大金空调是 我自己把它找出来 它就是利用这个什么 添加遥控器 然后这是里面它预设的 所以它功能很齐全 它就我只要按开之后它什么 自冷自热啊 然后它一些功能全部都可以用 但是这个 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你在 等一下我们要找的那个红外线的那个档案 是找不到它的这个 红外线吧 你就没有办法用 所以呢我必须为了要给 HASIO给Siri用呢 我就必须要在另外 自己学红外线嘛 你也知道我们有遥控器嘛 然后这个万能遥控器的 它会有一个叫做复制遥控器 你就点这个 你就是复制 像我们这个是 你点 空调是没有用的 因为它可以秀出什么 万能遥控器没有办法整合 其他空调的 红外线嘛 那事实上可以啊 我试就可以啊 他说不行 所以我搞不太懂 所以你只能选 其他设备 你选了其他设备之后呢 你就点这个加 你就自己学 然后你就命名说 这个是 冷气的自动 然后呢 按完之后呢 它会要你学习嘛 你就是把 那个遥控器的那个 自动的那个按钮 对准那个小米 万能遥控器 让它学习 学好之后它会告诉你 那你就学起来 然后这个 再学一个关 再把这个关的这个红外线码学起来 你就会学到两个 一个就是打开 自动 自冷或自热 另外就是关嘛 那我最常用的大概就这两个 其他很少用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的 大金自动学习 你看我就是自动 关闭 其他的 这个是 我在黑10IO另外有用到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 在留言看 要不要学 不过这有点复杂 所以主要就是 主要的大金自动跟大金关闭 就把这个两个学起来 然后 这样我们就可以离开 我现在是以这两个为示范 其实你可以发挥很多 你看像我这个第2个 是我们破云嘛 我买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空气滤浸气 空气净化器 我也是有把他学起来 所以我的 万能遥控器也是可以控制我们家 红外线的这个空气滤浸气 好我离开 所以 这样就学好了嘛 然后同时 小米万能遥控器呢 也已经把这些资料呢都load到 这个模拟器里面了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离开我们的米家 好离开 再来就一样回到这个ES的档案浏览器 进来 好 进来之后呢 你看这个还在刚刚的那个database 然后我们现在回到上一个 上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那个刚刚那个什么 这个 反正就上一个目录啦 然后我们就这次不是要到database 我们要到files 进到files 进到files里面呢 就会出现这个档案 打勾 好 我再解释一次啊 就是刚刚如果你没有去米家 然后进入你的万能遥控器 进到 去让他把资料load到 这个模拟器里面 你就看不到这个档案 所以你必须要做那个动作 他才会出现这个档案 因为这里面就是里面 你所有自己学习的那些红外线嘛 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所以一样老方法 你看这边按复制 按复制 复制之后呢 一样又来到了这个云端 我们又来到云端 网络的云端 百度 我其实都已经有先在 复习过了 然后把它贴上 我的又是那个覆盖 你们是上传 所以覆盖 好 所以又上传成功 进到这个百度 来到 全部的文件 这里 然后一样老方法把它下载 回来 要下载 下载回到 你看我一样的低潮 下载成功 所以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下载回来这个红外线的这个档案 他的副档名 是叫做.jason 那你去找一个程式 叫做.brackets 搜寻一下 brackets 这个 Adobe的 这个是很大的 你就把它下载回去 他一样是有windows跟mac的版本 你们就依据你的那个版本就把你看 你一搜寻然后第1个点进来之后他就有一个download 你一样就把它下载回去你windows他就会出现windows Mac你就出现Mac 你把它download 然后完之后你就把它装起来 你就可以开 刚刚那个.jason的档案 那我就不装一次给大家看了 因为 就是这样 然后就把它关掉 回到我们刚刚这个.jason的这个档案 我们就把它 执行用 我们安装好这个brackets的这个 程式来把它打开 关起来 进到这画面就有点复杂了 所以你要 你们如果自己自学的那个 红外线码不多的话 应该很快 因为我学了一堆 所以要找一下 所以就是把它找出来 我们就赶快导出 你看 出现关键字 这边有出现大金关闭 然后大金自动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 然后 大家注意一下 我把他大概mark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个 大家是 有些没看到了 你就会看到这个 对不起 感冒真的还没好 一直在流鼻水 你找到像这个 这边有一个那个括号 Key的后面 大金自动 然后 那个你找到大金自动之后 我们自己设定的 然后后面有个Value Value这个 后面这个 双帽 双引号 这个呢 这个就是 这个 自动的这个控制 就是要开的这个控制 Copy起来 好 这就一个 红外线 然后在下面一个 你看你会看到Key 大金关闭 然后一个Value 一样这个双帽号 这个 再把它给Copy起来 好 所以这样就两个 就是等一下我示范的这两个 大金自动 跟大金关闭 所以我就两个控制码 Token码 也都有了 忘记讲IP IP一样 在老位置要找到 也很快啊 再讲一下 叮咛一下 不好意思 在米家里面就看得到了 好你要来到米家 然后找到你的万能遥控器 点进去 点三个点这里 圈圈这里 一般设定 然后会有个网络 网络资讯 点进去 你看就会有IP 再把IP抽下来 所以这样就Ready了 好 很赞哦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到 就打开刚刚我们所下载的那个 档案 那个 遥控器的档案 好的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把他打开之后的那个 就是这个 这个档案吧 大家下载回来 从我们网页上面下载回来 你记得吗 我会不会太唠叨了 如果太唠叨你们跟我讲一下 好 好 再来就把IP换上去嘛 你们刚得到资讯 Token换上去嘛 名字可以改 Name的后面名字你可以改 改成你们自己要的 好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看他们这个肉 这个就是 AA 就是我预备要填的 就是 第一个的那个 红外线嘛 BBB呢 就是刚刚那个 大金 关闭的 红外线嘛 把它 复制贴上嘛 我们把它 盖过去了 他一样下面也是AA就是跟这个一样的 然后BBB也是跟这个一样 然后再来最下面 有关于Name的部分你们都可以改 改成你们要的 这样这个就是 在SIO里面会出现 就是把这一个本来他的 Entity Entity呢 改成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的中文嘛 这个就是关闭的 这个Home Bridge这个我之后会讲 所以你们还是改 这个之后我会讲说怎么再装Home Bridge 这个也很重要 这币装的 但我现在还没讲 但是都先把它做好 做好之后呢 储存嘛 所以大家等待一下我把它换上去 好 好那我现在就把码给贴上去了 然后IP token都把它给改好了 所以 大家不要怀疑哦 就是我们你所抄下的这些码是非常长的 它是很长很长 非常长 好 所以你不要怀疑 就贴上去就对了 好这个 这个第1个这个大金AUTO的这个码跟下面这个Script的这个 这个 第1个这个 comment的后面这个 这个码是一样的 这是一对一对的 就是如果你要设一个 那你就要一个Script 你要设一个 Active 你就要一个Script 就是一对一对的 所以码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就把它储存 储存之后呢 好方法 来到我们SIO的这个 Configurator 一样来到Packages 要到Packages的目录里面 好刚刚我们编辑好那个档案给它上传 一样 上传 把档案导出来 然后那档案放在桌面 然后就这个 小米 遥控器的YAML档 选择 好 Upload OK 好进来之后你看本来三个档案现在多一个 就这个 就我们刚刚编辑的这个 所以这样就OK了 老习惯 来设定 检查一下 设定OK 重开机 OK 好我们现在重开机完成了 回到总览 看有没有出现 有 就会出现两个脚本script 所以我们只要按这个执行 它就会执行大惊冷气的 自动 按这个执行就会执行 那个大惊冷气的 关闭 好 接下来一样 来到我们的Siri HomeKit 来到我的手机家庭 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一样来到这个 左上角 这个 我们要找出我们这个Siri 看看里面有没有增加两个 可以控制的 中速器 然后中速器 进到这个 第2个 一样 Home Assistant Bridge 这个点进来 变28个了 哇 又一开始就出现了 你看 出现三个 这个就是那个 自动 这就是 关闭 关闭 所以我们 现在又多了三个按钮 所以你看在 SiPhone里面也有 在我的 HomeKit 家庭里面 也有 好我们来实力上来操作看看 那接下来大家就来看看说 我现在利用 我另外一台 iPhone SE的这个手机的家庭里面来控制 就是 执行操作大晶冷气的自动 以及大晶 大晶冷气的关闭 示范给大家看 那我现在按 自动 看有没有声音 有 这是我利用 手机的 家庭里面的 刚设定的这个自动 冷气现在就打开 再来 按大晶的关闭 你看现在冷气就要关起来了 所以这一次的 示范教学 成功 最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帮我们按赞 分享 以及订阅 谢谢大家 拜拜